在將軍澳的山林裏面 隱藏了三條瀑布 除了之前介紹給大家的白水碗瀑布之外 還有小夏威夷瀑布 和連遠台瀑布 這兩條瀑布同樣都是在 將軍澳的小夏威夷徑之上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大牛湖這一個地方呢 原來小夏威夷徑 就是以前香港小學旅行熱門地點之一 的大牛湖的位置之內 其實大牛湖是想當年的儲水池 也是一個香港已被消失 被人遺忘的人工湖 想知道為什麼呢 今天我將會帶大家 輕輕鬆鬆過半小時 遊走小夏威夷徑這一條古道 這條古道對於 將軍澳村的居民來說很重要 是居民以前往返市區的古道 我們將會由井南樹 通往現在的將軍澳寶林村 這條古道不單止可以一次過欣賞兩條瀑布的美景 還可以探索小夏威夷徑上面的歷史遺跡 我還會細數想當年大牛湖發生的故事 有興趣的就跟我來啦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兩腳大貓怪 今天是大家來走這個夏威夷徑 試過看了兩個瀑布 包括夏威夷小瀑布 和蓮苑台瀑布 我們一邊走一邊說吧 走吧 這條路其實都是一星的 適合一家大小來這裡走的 全程一小時三十分鐘左右 視乎你自己的腳情如何 全部都是石屎路 嘩好涼喔 今天就在坑口地鐵站搭11號小巴 然後就跟司機說在井南樹下車 一下車之後就轉向左手邊那邊 就反方向走 直到看到有個牌之後 就可以再轉右就是這條路 由井南樹經夏威夷小建 就由上而下一路下去 就不需要走回頭路和舒舒服服 那我們走吧 其實夏威夷瀑布的水 全部的來源都是在這裡 都是由這裡流下去就是那個瀑布 其實這裡的水全部都是這條附近的村 排污的污水 所以其實你看到看似很乾淨 但有人說過這裡的水已經污染了 所以小夏威夷瀑布的水 是不適宜游水的 所以你要下水你就要三思了 好 我們走吧 好多蚊嗎 你已經要出來了 我等你 喂 在張溫澳未發展成為新市鎮之前 這條路是村民出入市區的主要道路 當你走到分岔路要轉向小夏威夷境的時候 不妨留意一下你腳下面的一個小石級 因為你將會踏上一塊百年的紋路石 紋路石即是古道上面指示方向的路備 在蠔沖古道 立龍古道 櫻巢山自然教育境 你都會找到 但是紋路石通常都是指示左右 或者東南西北的 但是好像這一塊紋路石一樣 指示上路和下路就很少見了 紋路石本身就應該樹在路邊的 不過在修緝路的時候 就不當這一塊紋路石變成普通的石頭 做了石級所以都比較可惜 其實你走這裡的時候 你會聞到少少的臭味 這裡有條引水道在這裡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為什麼這裡會有條引水道呢 在1906年 一個加拿大的商人在這裡開設麵粉廠 而且還興建了100米的提拔 一個50米長25米闊的柱水池 阻截了三道的三溪 引水入柱水池作為麵粉廠水力發電的生產用途 後來這個麵粉廠的商人 因為欠下巨款所以廠房倒閉 之後在1950年初 一個本地的商人投資經營小夏威夷游泳場 當時還吸引了大批的泳客 不過這個泳場憑新意外 所以最後也相繼倒閉 所以你在這裡仍然會看到 當時小夏威夷游泳場提霸被作爛的遺跡 提霸作爛就形成了小瀑布了 所以其實小夏威夷游泳就是當時小型水壩的缺口 有很多農友在拍照 所以我也免得坐著人家的阿興 看了幾個照片我就走了 這個就是小夏威夷游泳 其實這裡也挺漂亮的 不過這裡的水其實聽聞就污染了 就不見大家下水或墊水 看好了 這裡有一點像森林的感覺 你的家中洗手盆時 就是養媽做過文明的香港人 沒錯說得對 玩要做一個有功德的人 不要在這裡亂拋垃圾 雖然這個水源污染了 但不代表你可以繼續污染它 好好珍惜吧 稍後就會沿著這條橋過去 然後轉右就下山 然後再去另一個瀑布 這裡就有一個口 就可以下去 剛才我們看著那個石頭那裡 那就小心點 因為都滑了 由於因為實在太濕了 怕危險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不下去了 全程路都不曬 挺好滑的 你看到其實 由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是在走一些石屎路 因為我們是不會為了一個鏡頭 要做一些危險的動作 安全帶視都不可以了 是不是 現在又在松林間 很舒服 小心滑 很多青台 走這些石路 最不好就是它一塊 一塊硬硬殘殘 還有現在剛剛下雨 真的很滑 小心點 但基本上我雙鞋暫時沒有滑過 但路是綠色的 我不敢放膽 即是跑 或是像平時那樣 走山走得這麼快 真的太窄才走 好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你看到有這個標示牌 我們就轉右這一邊 我們就會去那個 蓮丸台瀑布 我經常都不懂得讀那個名字 其實你隱約都聽到那些水聲 在前面不久 由小夏威夷那個瀑布 開始走下來 去到那個蓮丸台瀑布 大概十分鐘的路程 你看到左邊有些水管 即是你沒有走錯路 是向這邊走的 而且很明顯前面是有很厲害的水聲 那邊就是瀑布的位置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見到遠處 那邊就是瀑布的頭 一邊這樣下來下來 其實我們現在走到綠色欄杆 這裡有美麗的石子路走 你看到前面已經是瀑布的底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蓮丸台瀑布 其實我第一次來這裡 今天沒什麼人太好了 哇好漂亮呀 蓮丸台瀑布高低差落不大 但是因為兩旁有不少岩石的襯托 加上頂部有樹蔭的覆蓋 整個環境都給人一種很舒適的感覺 這個瀑布非常之澎湃 上有瀑布形態情溪形 下有的石間流水也很洶湧 又如一個小瀑布 這個瀑布雖然很小 但它的水量非常之充足 不過這裡的入口 就有一個書水管在這裡 有些大煞風景 這裡可以遠觀 將軍澳寶林一帶的柳群 小小的瀑布和石堆因為接近 所以遊人打卡非常之方便 但是大家也要小心 因為有很多青台在上面 一視得意忘形就很容易線親 年遠台瀑布也因為接近夏威夷 所以經常都會被人誤會 以為這個瀑布就是小夏威夷瀑布 不知道大家聽不聽 因為這裡很吵很厲害的瀑布聲 年遠台瀑布 是不是超級壯觀超級漂亮 雖然它比起我們之前的 譚江飛伏的高低差落 就不是很大 今天的旅程其實已經完滿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兩個大媽怪這個介紹 不妨給個like 分享給你們的其他朋友 帶他們來這裡玩 好了 記得愛護大事宜 不要亂丟下來了 拜拜 拜拜 回到這個分山落的位置 轉右 落去張昏澳村 現在開始下雨了 出來後 你看到一個停車場 轉右 我們不過這條橋 就轉左 就向這邊 你看到其實也有個寫著 寶林港鐵站的指示牌 就在這裡 我們沿著這條 梯這條路 一直走到外面 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剛才那條河 就來到這裡 接著有個閘口位 這裡 也有個指示牌 寫著向這邊 走 轉右 然後就會去到港鐵站 過了馬路 先 這裡其實就是張昏澳村 那裡來的 今天很完美的時間 剛剛好走完 就開始下雨了 接著我們現在沿著寶康路 一會走 再用兩邊 再加速 三邊 再加速 五邊 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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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邊 五邊 三邊 三邊 五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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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邊 三邊 四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